海军湘潭舰起航,参加东盟防掌扩大会时兵演习。 中国海军湘潭舰26日,从浙江州山某军港节来起航。 赴韩国和新加坡参加东盟防掌扩大会时兵演习。 多国海军积极响应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高层研讨会。 25日在青岛闭幕。 会议期间,多国海军领导人就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主题展开讨论并积极响应。 北斗三号系统首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成功进入工作轨道。 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科技人员的精确控制下, 北斗三号系统首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于26日成功进入工作轨道。 俄北方舰队科拉分舰队,举行大规模演习。 俄罗斯北方舰队科拉分舰队, 在巴伦之海,举行了为期两周的大规模演习。 斯里兰卡政府,将连环爆炸遇难人数下调约百人。 斯里兰卡卫生部25日发表声明, 将21日连环爆炸袭击的遇难人数, 从359人,修正为250人至253人。 声明说,由于爆炸袭击现场惨烈, 遗体数量难以确切统计, 所以出现较大误差。 日本自卫队拍摄到的中国空军轰-6K轰炸机,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3月31日, 援引日本防卫省的一份声明报道称, 数架中国军机3月30日飞越宫古海峡, 包括四架轰-6K轰炸机, 一架屠夫154侦察机, 和其他未知型号战斗机。 日方称,中方军机未进入日本领空。 此次飞越行动,是解放军军演的一部分。 日本航空自卫队,则紧急出动战机升空应对。 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 本月第二次紧急出动应对中国军机。 3月19日, 中国两架运九反潜巡逻机, 在东海海域执行任务时。 日方曾跟踪监视。 中国国防部此前就中国军机, 穿越宫古海峡一事回应称, 中国军机在宫古海峡空域的 有关飞行活动合法正当。 中国军队今后将根据需要, 继续组织类似训练。 有关方面不必大惊小怪, 过度解读。 习惯就好。 真详, 自卫队拍摄到的中国屠夫154侦察机。 环球网军事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信息与大众传媒斯4月14日发布消息称, S400和铠甲S防空武器系统, 在莫斯科州防空集团军, 成功通过检测。 公告中说, 今天是防空专家庆祝自己的职业节日。 节日前夕在驻扎在莫斯科州的防空集团军, 成功进行了冬季训练期的检测。 公告中强调称, S400和铠甲S系统, 向检测目标假定性地发射了防空导弹, 并进一步按作战程序, 进行部署和消灭新发现的目标。 在检测结果方面, 防空部队作战队, 成功完成了任务, 消灭了打击区内最远边界上的所有检测目标。 At Sevilla Debt Post, 7,500,000 on the 31, 土耳其执法人员12日采取行动, 抓捕超过1000名2016年未遂政变相关嫌疑人。 土耳其官方的阿纳多鲁通讯社报道, 抓捕对象1112人, 涉嫌在2010年一次警察晋级考试中舞弊, 提前获得考题。 抓捕行动附在首都安卡拉, 和另外70多个省, 124名嫌疑人, 已经在安卡拉落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以一名土耳其内政部人员为消息员报道。 1000多名嫌疑人中, 至少45人在安卡拉任职。 按照土耳其政府的说法, 前政变发起人费特胡拉基伦的支持者数十年来, 以考试作弊等手段, 渗透进警察、 司法部门和政府机构, 组成一个平行政府, 土耳其2016年7月, 发生未遂政变。 土耳其政府指认政变由宗教人士居伦, 及其支持者组成的居伦运动发起。 未遂政变以来, 土耳其政府大规模, 肃清居伦运动, 涉及军队、 司法、教育和其他部门。 超过七, 七万人遭逮捕, 等候审理, 大约15万名公务员和军人遭停职或开除。 国防部长胡卢西阿卡尔先前说, 超过一, 5万名军人遭开除, 包括150名将军及官员。 路透社报道, 12日启动的抓捕行动, 是规模最大之一, 显示未遂政变两年半后, 土耳其政府, 仍没有放松速清居伦运动, 土耳其政府先前接管数百家与居伦及其支持者有关联的企业, 关闭超过100家媒体机构。 土耳其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卢时日说, 即将发起针对居伦支持者的一次大行动, 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肃清行动招致争议。 土耳其政府声明, 有必要维护国家安全。 反对者则指认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借机打击一几。 居伦1999年至今旅居美国否认策划政变。 土耳其方面要求美方引渡居伦。 美方至今没有同意, 要求土方提供更多证据。 会小双, 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德黑兰, 3月26日电, 伊朗总统鲁哈尼, 26日在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 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承认, 以色列被戈兰高地低主权, 伊朗新闻电视台, 当天人引鲁哈尼的话说, 任何人都无法想象一个美国人可以违反国际规则和条例, 将属于一个国家的领土单方面, 给予另一个占领者, 鲁哈尼表示, 殖民时代, 强权之间将他国领土私乡授受的情况却有发生, 但这种行为, 在21世纪还从未发生过。 他说, 地区国家加强合作, 是抗击美国和以色列的关键,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签署公告, 宣布美国正式承认, 以色列被戈兰高地低主权, 此举遭到叙利亚坚决反对, 并引发国际社会谴责。 哥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 占领这一战略要地, 实施控制和管辖, 拒绝归还叙利亚。 国际社会不承认, 该区域为以色列领土。 联合国安理会1981年通过的第497号决议明确表示, 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机构, 强加于哥兰高地的决定是完全无效的。 不计国际法律效力,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俄罗斯警方准备训练老鹰, 来打击非法无人机。 俄罗斯消息报6日报道称, 近年来, 俄罗斯非法使用无人机的情况越来越常见, 严重威胁航空飞行安全。 为打击这种非法行为, 俄罗斯警方准备训练老鹰恩来捕获无人机。 报道称, 俄罗斯民用无人机飞行次数, 已由2017年的3, 3万次增加到去年的5, 2万次。 无人机非法飞行事件也大幅增加, 从2016年的40起增至去年的110起。 为解决这一问题, 俄国家杜马, 此前允许强力部门摧毁和压制 进入未经许可空域飞行的无人机。 此番俄警方用老鹰对付无人机的做法, 在吸引眼球的同时, 也引发了不少质疑。 有专家称, 这种做法没有为老鹰安全着想。 老鹰在执行任务时, 将随时处于危险之中。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一篇文章称, 无人机的叶片, 尤其是碳纤维叶片, 会对动物造成严重伤害, 严重时会导致其死亡。 柳玉鹏, at civilian dead post, 7,53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 俄军波罗的海舰队新闻处表示, 该舰队S400防空导弹系统战勤班组, 在士兵演练期间, 对假想目标进行了导弹电子发射。